此时的乌镇西站 像一个远离尘世的美丽少女 略诗之粉 在夕阳的印衬下 更是别具风情 古藤老树荤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满 夕阳西夏 这首国人都熟悉的经典的 描写江南的诗句 估计就是看到类似这样的景色 而诗性大发的吧 大家好,我是靖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分享乌镇的夜景 我们是从早上吃过早餐 就在乌镇的西站 一直游览到晚上 临近傍晚的时候 我们包了一条小船 在这夕阳灯光下 在船上游览了西站 水箱在夕阳的造色下 漂亮的难以形容 乌镇西站最让我深深陶醉在其中的 就是西站的西阳西夏和夜景 太阳溜到了山后面 留下一个昏暗的背影 叶姑娘迈着轻快的步伐 悄悄来到了乌镇上空 水箱中的灯光亮了 夜色渐渐加浓 一条条船只打起了灯 向无数只萤火虫 又似点点繁星 慢悠悠地向石拱桥下方迟来 船桥激起的微波 扩散出一道道水文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从石拱桥下方穿过 两岸的木屋被五彩缤纷的东光 装扮得绚丽多彩 倒映在波光淋淋的水中 像一幅朦胧的画卷 给乌镇的夜晚 又添上了一份色彩 置身其中 我们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 坐在船上欣赏乌镇的夜景 感觉就是周行碧波上 人在画中游 这古镇的夜景太美了 大家有机会可以到这里细细贫赏 应该是傍晚的角色最好 入夜的雾震很宁静 灯光亮了 一切转变都在无声之中 即使没有去过乌镇的人 也会对西柵的夜色列有听闻吧 这里的夜景确实迷人 没有那千篇一律的红灯楼 西柵不同于一般的水香夜色 蒋生鲁生 穿花浮柳 从千百年的岁月里原深过来 一页一页写满风霜 深嵌在西柵的每一寸肌肤之上 有一水滴打在脸上 顺手一抹 一脸的滋润 再抬眼的时候 整个古镇都是这般的润润的了 总有轻微的水声响在周遭 无数身影在树影里游动 隔着一些树枝 一些鸟影 还有月光与星光 也能看到前朝旧式的影子 自遥远的岁月流淌出来 在水香 桥是极寻常的景观 从应家桥到财神湾 不足700米的河面上 横卧着八座古石桥 四座横跨秀丽的东士河 四座坐落在东士河河南河北的街道上 递接着石板路通向远方 也许是建造年代的不同 这些古桥样式纷繁多姿 风格俊然有异 环洞桥 那是垂红握拨单孔的圆形石拱桥 半圆形的桥孔 挺起了机梁 两边桥坡上的石阶 便显得有点陡峭 耸在半空的桥面 虽然只有两张八仙桌的大小 两旁的桥栏仍然为行人留下了歇脚的地方 坐在像靠背椅那样的桥栏上 享受着清新和凉爽 便有一种乌镇人所说的惬意 所以桥上也站满了或者坐满了人 圆拱桥的造型曲线优美 桥下的水面上倒映着盈盈的圆月 想象一下每当云淡风轻 耗月当空 那天上的月亮便会在水中的满月中晃动荡漾 宁静中又平添了几分优雅 屋镇西站的特色小店和美食 在夜色中也是熠熠生辉 对于购物来说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很多地方旅行 除非感觉特别有意义的纪念品 会适当的买一点 在这里买了几样 大部分就是走马观花看一看 对于美食 我们是走到哪里 如果饿了 碰到合适的就会停下来吃一点 然后再接着游览 感觉你很容易 感觉到发生的 再在小处 就像中的装处 我说它是放适的 一通道 適合 对于美食 脱和 大部分 就像中的这种 我们在来 但就像是 这家餐厅是西萨外面距离不远的一家 我们的晚餐就在这里解决了 只记得味道很好 只顾着吃没有拍照 看过我的视频的人都知道 我的旅行视频关于美食是极少的 因为我最喜欢的是拍摄风景 这几张照片是等着民宿的老板 和在等着我们的菜上来的时候 随便拍了几张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请点赞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您的观赏